吳祚来表示,中共习惯性隐瞒疫情,给海外华人造成次生灾难,包括一些地区歧视华人,华人在海外抢购粮食等。 华人发现粮食充足后又大量退货。 吳祚来表示,给华人社会带来的伤害都是中共造成的。 吳祚来还说,华人也会吸取教训,逐渐脱离中共洗脑。 吳祚来表示,很多清醒人士意识到中共对舆论的操控,危害国民生存权。 新常记者长春,毕心慈,名誉综合报导。